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人 你放心 我没事 惊吓最熏熏地推开路易 扶着自己的手 我今天太开心了 你知道吗 我上午看到谢媛媛的时候 吓了一跳 没想到是她 我们有三年没见了 时间过得好快呀 惊吓感慨地说道 对了 大人 你还记得吗 三年前 我们在杭州府 淳于家 严世帆 还有我 当时差一点就嫁给严世帆了 还好你来了 惊吓回忆着往事 是啊 陆毅顺着惊吓的话 回忆着 回忆着淳于敏爱慕惊吓 惊吓被算计差点嫁给严世帆 自己去司马府抢亲 还有 跟惊吓表白 还有屋顶的吻 好多回忆一下子涌了出来 连陆毅都感慨万千 他看着边说边比话的惊吓 什么时候自己也被惊吓影响的 开始有了各种情感 小时候娘亲离开了 她的世界就开始变得冰冷 禁一位严酷的选拔 让她慢慢磨没了人性中的温暖 她本以为自己就会这样在冰冷的世界度过一生 谁知道一个小太阳出现在她身边 给她温暖 她就像是沙漠行者遇到绿洲一般 想要紧紧地拥有 永不放手 看着惊吓在河边蹦蹦跳跳 手舞足蹈的样子 陆毅的目光变得温柔而缠绵 啊 惊吓脚一滑 险些掉到水里 陆毅眼急手快地抱住惊吓 当心 惊吓醉着笑着看着陆毅 大人 我知道你一定会接住我的 陆毅轻笑看着惊吓憨的醉台 大人 你知道吗 我娘问我 你为什么不娶我 岂夫人问我 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亲 今天谢远远也问我 他们都以为我们应该成亲了 惊吓打着酒隔说道 一直以来 惊吓从来没有问过陆毅 为什么不娶自己 陆毅虽说惊吓问也不见得会说 但是惊吓一直不问 陆毅也的确很纳闷 正好见惊吓喝醉了 说起这个话题 正好了解一下这小妮子的真实想法 于是便顺着惊吓的话 问道 你怎么回答的 我 惊吓指了指自己 我怎么知道 陆毅瞬间觉得 真是问了也是白问 这丫头根本就没心没肺 一直以来 我都是那么那么那么的喜欢大人 能够嫁给大人我自是欢喜 可是我不能因为 因为我救了大人就让大人娶我 我不能因为我等了大人三年 就让大人娶我 在昭遇 我说要让大人娶我 是想让大人为了我好好地活下去 是一个念想 现在大人出来了 大人不娶我 自然有大人的道理 惊吓虽喝醉了 但是一字一句说得清楚 陆毅一字一句听得心疼 傻丫头 你怎么可以怀疑我想要娶你的心 傻丫头 你都不问 你有权利问的 你有权利质疑的 你有权利生气的 陆毅拉着惊吓的手 心疼地看着惊吓 那如果大人另娶他人 你也不问吗 陆毅有些气惊吓的想法 另娶?惊吓一时脑袋转不过来 那我就 我就 你就如何? 陆毅追问着 身体也更靠向惊吓 我就 我就离开京城 到一个没有大人的地方 再也不要看到他 惊吓委屈地说道 傻瓜 惊吓的傻让陆毅心疼 陆毅抱过惊吓 只有你有权利 你可以质疑我 你可以跟我发脾气 你可以跟我生气 但是不允许你离开我 这一生都不可以 陆毅心疼地说道 惊吓被陆毅抱着 傻傻地回抱着陆毅 好 陆毅听到惊吓的回答 松开惊吓 惊吓一时不稳 差点摔倒 陆毅赶紧拉住惊吓 顺势拦腰抱起惊吓 惊吓找到了熟悉而温暖的怀抱 顺势伸手还住陆毅的脖子 安稳地睡了起来 陆毅见惊吓在自己怀里安稳地睡了 任命地抱着惊吓回到了关毅 回到关毅 陆毅将惊吓轻轻地放在床上 帮他脱了鞋袜和外衣 刚盖好的被子就被惊吓直接踢飞了 陆毅无奈地笑着看着惊吓 还说自己睡觉安稳 又再次给惊吓盖好被子 默默退出了惊吓的房间 陆毅抬眼看着天空 今晚的月亮格外地圆满 大人 你怎么来了 惊吓惊喜地看到陆毅一身大红的喜福 来到自己的房间 傻丫头 今天是我们大婚的日子呀 陆毅伸手轻抚惊吓的发丝 什么 今天 惊吓转身再看看自己 也是一身大红的喜福 这时 盖叔走了进来 陆毅 你这可就不对了呀 哪有不拜堂就直接进新娘子的房间的 对呀 陆毅 你这也是太心急了 细消在后面笑着说道 今下抬头看去大阳 上官姐姐 姨娘 大家都在 我真的要嫁给大人了 今下抬头看着陆毅 红色的喜福穿在陆毅身上 大人 真好看 好了好了 以后有你慢慢看的时候 新老官赶紧出去了 新娘子还被梳妆呢 谢香说着 推着陆毅出了房门 等等 大人 今下见陆毅被大家推得越来越远 不要走 今下一下子翻下了床 这一下摔得真的很疼 今下赶紧环顾四周 大人 恍惚了一下 原来是梦 哎 原来只是个梦 今下有些失望地坐起身 来到梳妆台旁坐下 伸手从桌子上拿起木书 梳起头来 昨天晚上跟谢霄吃完饭 然后 然后 糟糕 又喝断片了 希望大人不要生气 一想到是为了招待谢霄而喝多 今下不免有些心虚 整理好之后 今下至少还记得 今天要跟谢霄一起上山打探 赶紧匆匆忙忙跑到饭堂 就见陆毅正坐在饭桌前 今下赶紧放轻脚步 从陆毅的身后走过来 小心地坐下 然后谨慎地看着陆毅的表情 怎么 酒醒了 陆毅见今下来了 熟练给今下盛了一碗粥 递给今下 安静 太安静了 今下接过粥默默地喝了起来 他偷看一眼陆毅 陆毅倒是一副从容的样子 不像是生气了 那个 大人 我 我昨天喝多了吧 哼 你还知道呀 陆毅抬起头 无奈地看了今下一眼 那个 我昨天晚上 没做什么不合适的事情吗 今下吞吞吐吐 小心谨慎地问道 怎么 你不记得了 陆毅放下筷子 嘴角含笑地看着今下 我 我 今下皱着眉 我应该 没做什么吧 倒是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陆毅拿起筷子 哦 那就好 那就好 今下松了口气 还好没酒后失态 你就是抱着我说 非我不嫁 让我赶快娶了你 陆毅说完 自顾自地吃起饭来 啥 今下听完 筷子都被惊到地上了 原今下呀原今下 让你再喝酒 怎么一喝上酒 就这般口无遮拦的 怎么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难怪自己昨夜会做那样的梦 结合昨晚的梦 今下更加笃定了自己 肯定说了那种 没羞没臊的话了 我真是想嫁人想疯了吧 大人得怎么看我 今下小心地看着陆毅 陆毅用眼神余光 看着今下吃惊到窘迫的表情变化 甚是好笑 看来一大早逗媳妇这件事 果然其乐无穷 就在此刻 陈安正好从饭厅走过 今下赶紧冲着陈安喊道 陈安 今天要上山查窝寇 你东西都带全了吗 我跟你说 少了那个 那个什么就不好了 说着 今下赶紧起身跑过去 拉上一脸梦的陈安 就往外走 师父 我这还没吃饭呢 陈安愣愣地指了指饭厅 吃什么饭 走 赶紧的 吃了 窝口就跑了 今下拉着陈安就往外走 陆毅端着碗 看着今下尴尬的样子 笑意更浓了 陈安被今下声声拽出了官邑 今下回头看陆毅没出来 松了一口气 还好还好 大人没出来 陈安嫌弃地看着自己的师父 这种猫鼠游戏 两个人真是玩出了新高度 师父 你这个又是哪里得罪少爷了 害得我连早饭都吃不上 陈安内心很是无奈 走了走了 亲下快不离开是非之地 师父 我还没吃饭呢 陈安抱怨道 知道了 走吧 请你吃面 今下拉着陈安 又要损失银子了 冤今下 让你下次再喝醉